我请教一下中场大哥 那另外一个外界观察的是 这一个大陆中国呢 它这一个发展新型的巨浪三型的 飞弹的威力 这样子 这个题目被拿出来谈的 主要是上个月底 4月3号的时候 在那个海南岛 有三艘军舰下水 中间有个094A 他们的号尊 长征8号 那094这个潜艇 094A这个潜艇 跟094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边 那个从照片 公开的照片看一下 规备比较大 那规备比较大 什么一回事呢 是因为大家猜测 是因为要把巨浪三 放到那个094A里面 因为巨浪三比较大 那这个题目才拿出来谈 那我们要谈谈那个 美国中国大陆 对美国的弹道飞弹的威胁 弹道威胁在弹道飞弹 在分类上 大概可以分成近程 中程远程跟洲际弹道飞弹 我们从近程谈起 中共的东风11跟东风15 就是对了台湾的 大概有1500颗 1500颗左右 这个不是美国在在乎的地方 他在乎在哪边 从中程弹道飞弹开始 东风16跟东风17 这中程弹道飞弹 大概设成是1000到3000公里中间的 涵盖哪些范围 基本在第一岛链所有的美军基地都在涵盖范围之内 那远程弹道飞弹就是所谓3000公里以上到5500公里之间的 有什么东风21D跟东风26B 去年八月的时候 中共曾经做过这么一个演习 他发射了东风21D跟东风26B在海南岛附近 好 这两枚飞弹都有个特质可以打移动中的大型军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 第一岛链以西跟第二岛链以西 所有的移动中的军舰 其实中共的解放军都有想办法想打到他 尤其东风26B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关岛快递 就是要打关岛的 那再来就讲到东风31 东风31就是超过5500公里射程的弹道飞弹 他打哪里 打夏威夷 那我们最近还讲到东风41 东风41事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新东西 中国大陆大概有大概将近16枚到28枚左右的部署 他可以直接打到美国本土 因为他射程到一万两千公里 那这个跟巨浪商什么关系 东风31从潜射来讲就是巨浪2 东风41从潜射来讲就是巨浪3 我这样讲大家有概念 所以东风42是要打美国本土的 那巨浪3也是射程也是在一万两千公里 也是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 那他差异在哪里呢 他是潜艇发射潜射的 潜艇这个潜艇如果潜在水里面 他从哪边发射是很难发现的 这个对美国来讲 在战略上的威胁就非常大 虽然现在中国大陆的潜艇 出不了南海出不了第一岛链 所以从射程上来可能巨浪3 要从南海打到美国本土 是具体上还有点点难度 但是这个潜在威胁就是在 那我们把那个巨浪3 他就几个在科技上 工程上几个新的特质 跟大家讲一下 我利用这机会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潜射 我在一个飞弹 在水里面跑跟在空中跑 是完全两件事情 我自己说过雄风飞弹 我知道一个飞弹在空中 空中因为所谓的气动力的原因 我们讲枕流灶或者鼻嘴天 前面越见越好 这样空起来能够破开来 可在水里的时候 我们大概看所有的潜艇 是不是都要水滴圆圆圆的 为什么 这个是在水里面 如果要抗阻力的话 越圆越好 好了 这就是潜射大陆飞弹困难 他从水里面发射 要出到水面然后又变成在空中跑 他要两种东西都有 所以以前在那个巨浪二型的时候 他叫做双噪型枕流罩 就是在水里面是一个 然后出来之后 就把一个坡掉 拖掉再换另外 这就显一个问题 重啊 他有两个枕流罩 好 所以到了巨浪三双噪之后 他引进美国三叉起飞弹的一个技术 就怎么样 把一个叫做简珠感在前面 就是他从水面出来的时候伸出一个简珠感 简珠感呢 他很技巧的就可以把气流分成尖尖尖的 让那个整个气动力改变 是他们第一个技术上的改变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 在潜艇里面发射 我们在发射系统里面 有个叫冷发射跟热发射 差别在哪一边 所谓的热发射 是由飞弹本身的动力跑出去的 冷发射是由发射系统的动力把推出去的 在巨浪二的时代 就是以前的时代还是用热发射的 这热发射很危险 万一在里面爆炸怎么办 所以这个技术上另外一个进步就是冷发射 他用什么高压气体 把这个整个飞弹推出发射舱里面 好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到射程中找到了 我们到射程中找到了